联发科斥资新台币50亿元 花费一年多时间所打造的无线通讯研发大楼 今天首度亮相 现在就由新唐人记者晶晶带您直击 好比这个5G吧 5G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展开笑容 比着大大的舞 另一手拿着全球首次亮相的5G系统单晶片 象征联发科5G领先业界的里程碑 这里就是测试5G的实验室 在电磁微波屏蔽室里 为芯片进行上万次的模拟检测 来回至少6到9个月 这也是联发科设计的芯片 能满足各国不同评断需求的关键 最重要的研发中心 营运中心 超过7成的研发人力 在5G也是以台湾 今天推出这个5G 我们累积的投资是1000亿台币 继续在台湾投资研发投入 我们这个新大楼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蔡明介表示 联发科已站在一个ready的位置 台湾总部会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也提到人才的重要 科技的这个产业 它基本上要了这个所谓的 hard science in 科学 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减少 我们希望政府在这里更强调这一点 让社会教育的环境 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 不是只是当网红就好 企业网罗人才也必须留住人才 联发科从饮食着手 把各国美食引进总部 打造企业专属的美食街 也附设幼儿园 解决员工爸妈的托育问题 并认为员工的健康是企业的资产 设立了健康生活馆 联发科也在总部打造了体育场 以及篮球场 让员工在上班之余 也能享受运动的乐趣 这边的所有健身器材 基本上都是满的 对大家都满会安排自己时间 在工作之余来运动流流汗 无线通讯研发大楼亮相 联发科企业总部内部情况 也首次曝光 联发科表示 5G晶片已经送样 进度顺利 预计从明年1月起放量 第一季客户终端产品 就会上市 最快今年12月 会有更多5G细节 对外公布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秋霞 李晶晶 台湾新竹报导